词曲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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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不看没发现 看了才发现 欢迎收看 哇 才发现 欸Paul最近有什么新发现呢 我发现我们这个节目越来越红了耶 哎呀红那是肯定的啊 我们请了这么多优秀的专家 对吧 还有我们的专业团队 还有我最好的partner 哎呦 今天油腻的 我也蠻喜欢听的 是啊 你们觉得我老师有进步吗 有有有 感觉你上了云南老师的课以后 整个人的素质 给他提高了很多 是啊 所以呢 今天我最大的发现是什么 是吗 我是真的有进步了 是是是 进步很重要 那我现在就很想听听看 那老师他自己的肝骨痰是什么呀 哎呦 在这个职场 大家都遇到好多问题 我们上次不是也聊了很多 我都差点拿那个卫生纸来擦眼泪呢 对啊 我想也是啊 是啊 不过我是不晓得这个老师 他自己的经历如何呢 我也很想知道啊 没错没错 你看老师这么有智慧 这个智慧啊 可是人生的累积 是啊 哎呀 那我来打电话啊 好 哈喽 颜恩老师 哈喽 颜恩老师 哈喽 Rita 哈喽 Paul 你们好 老师 非常感谢你啊 我们真的是在你身上学了好多 你看我今天 一见到Paul 我就被他夸奖 哎呀 多开心啊 对啊 你看满点笑容啊 所以呢 我就真的还要跟感谢老师这样的分享 真的对我来都蛮多的帮助的 那同一时间呢 太棒了 我真的很想知道一下老师怎么从过去到今天自己的经历成就了今天有这样子的老师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我其实犯了很多的失质 我其实犯了很多的失败当中来学习的 然后我过去工作了33年 在里面呢 也受到很多的高管培训 也有很多的实际经验 跟我自己的信仰能够实现实践出来 所以我其实在很多的失败跌倒当中 现在总结出很多的工具跟学习呢 能够帮助其他人让他们少走一些的冤枉路 比如说我回顾我过去33年里面呢 我其实有前面的10年 可以说是无知挑剔傲慢 然后常常碰钉子 我一直就比较看重project 就轻看了people 就把项目事情要做好 没想到把一些人际的关系就牺牲了 很多时候就以我自己为中心 所以就犯了很多错 在这前面10年 那中间这15年呢 我慢慢学会要other center 从别人的角度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说的 怎么去meet people where they are 按照他们不同的情景 不同的状况 怎么与他们一起的对齐 other center 以别人为中心 然后把可是呢 那个时候还是把项目事情做好 还是把people project这个删掉 还是把project放在people的前面 可是最起码呢 我已经从self center 变成other center 那在这15年的时间呢 还是比较要求过高 还是完美主义的 也是有一些的人际关系牺牲到了 最后的8年才真的学会God center 因为我的信仰呢 真的是知道怎么把神为中心 然后先照顾到people 才去解决project 哇在最后这8年里面 让我看到什么是一个八项领导力的艺术 我以前有跟大家介绍的 学到说要建立好我跟神的关系 灵香 然后我跟自己的关系 我的谦卑的香素 跟品格的香素 这样做一个敬虔的人 谦卑的操练 然后呢 才去做其他的人跟事 就是与别人的关系 包括情香 EQ 跟领导的香素 leadership quotient 然后呢 就把事情做好 project 需要我们的逆香 怎么面对逆境 能够往前成长的 跟我们的智商都熟悉的IQ 还有所谓的变香 能够面对位置数 怎么去处理 所以这样呢 就可以做一些敬虔的事了 与别人建立好的关系 所以我在这33年里面 学到很多的功课 这也是我以后的课程 可以更多教导大家 这个八厢领导人的艺术的 这样子听起来老师 真的是在这个职场的 那个过程里面老师 有三个不同的阶段 三部曲 是啊 我还真没想到 老师也有这种问题啊 我以为全天下只有我 才有这种问题 就是自我为事 那难怪老师今天这么的柔和 那我又不晓得 我33年以后 是不是能跟老师一样呢 哎呦 你跟着老师学 肯定可以的啊 那老师啊 在这个整个这个职场的 这个生活当中啊 我之前稍微有听过说 你有讲到说 这个周一的辛苦 跟周一的喜乐 那怎么样从辛苦 变成喜乐呢 那可能很多人也知道 我有一个口头禅 我说 Thank God it's Monday 哇太高兴了 周一的喜乐 又是礼拜一了 又可以在这周间 礼拜一到礼拜五 把我自己的信仰 我的价值观 然后也知道神帮助我的 在工作里面怎么学会 立它是最好的立己 怎么能够建立好人际关系 有做人呢 需要人脉 做事情呢 要有人缘 就慢慢的操练 我的八项领导力的艺术 可是有一年 我就不能够说 Thank God it's Monday 在这一年里面 我每个礼拜天晚上 几乎都会哭的 就是有个痛苦的 礼拜一的开始 为什么呢 你想听吗 当然想 好期待啊 其实也是因为 特别为这个故事分享 我今天穿黑色了 让我们更能够 经历到这个 是一个黑暗的一个一年 可是没想到 在这一年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跟成长 所以呢 在33年里面 我都说TGIM 不是TGIF Thank God it's Friday 我说Thank God it's Monday 可是在这一年里面 也是我刚刚在那一年 得到一个非常独特的奖 就是整个公司 28万员工 我被挑选代表我的公司 然后在整个美国的公司里面 我被挑选来得到这个 少数族裔的女性事业成就奖 这个非常高的荣誉 也是在那个奖得到之后呢 我那些的同事 或许是嫉妒 还是什么的复杂的原因啊 竟然在整年里面 他就让我非常的痛苦 把我的手下的员工 资源项目 一点一滴的去拿走 那整年里面呢 我礼拜天就是哭的 跟我的家人 先生孩子 来诉苦 没有勇气 不敢面对礼拜一 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 就是个非常的痛苦 不知道怎么去 处理这个棘手的难题 那我的家人就跟我一起的 给我很大的鼓励 跟同理心 也看着我哭 可能有陪着我哭 然后跟我一起祷告 读圣经 帮助我 有勇气 有信心 去面对礼拜一 所以在那一年里面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年 因为在这年里面 我其实呢 真的是学的最多 现在我这33年的经验 跟我各样的课程当中 也是一个最常提到的一个故事 所以这一年是黑暗的一年 可是没想到 在这一年里面 竟然我学的是最多的 就是在我读的圣经啊 我的信仰当中 的确里面很实际的 能够怎么应用了 比如讲到说 我们怎么是在患难里面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那老恋呢 这个英文就是character 没想到 在这一年里面 我的确学会 怎么有忍耐跟老恋 在这一年里面 我增长了我的品格 character 老恋 在这一年里面 我学会 好像很多人都希望 我们得到 肯定也得到赢家 可是我发现呢 在这一年里面 我学会 不只看重外面赢了 我更看重的是 我的里面赢了 不要让别人的 还记得我们情相的定义吗 不要让别人的 言行 态度 行为 贬低我的价值观 掌控我的回应 所以虽然他们对我是 不很道德 不是很正确的 我呢 还是立下界限 清楚地 维持我的价值观 然后呢 我就按着 那个情景 怎么去安排 如果有些项目 哪些的员工 要怎么去变动的 我就鼓励我的员工 你去了这个项目 会给你更多的机会 让大家 继续地 从团队的角度 还是有一个正面的往前去 可是好像外表我是输了 好像我被别人欺负了 可是没有 我还是按着我的价值观 活出去 我没有跟他们对着干 可是呢 还是有一个正面的界限 结果没想到 在这一年里面 我外面好像输了 其实我里面是赢的 结果呢 外面也赢了 为什么呢 把这些的所谓敌人 后来不见了 去哪里了 我没有杀死他们 是化敌为友了 这个是双赢啊 这样呢 我们就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没想到这一群的同事 后来成为好的朋友 而且在几个工作后呢 神也给我机会 换了不同的工作 离开这一个不好的环境 可是因为建立这些关系 然后在几个工作后 继续又再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很有意思的 在新的工作里面 世界轮流转 不是我去抢他们的资源 没想到这个新的部门设计 就把对方的资源 转移到我的手下 这个太有意思了 不是我们怎么去抢的 所以呢 在这一年里面 跟后续的 我学会了 不只看到外面的赢 重要的是你里面的赢 结果呢 就外面也赢了 不然的话你对着干 跟他们做了敌人 结果大家都输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经验 而且还有一个大结局 你还想听吗 当然 老师 结局是怎样 结果呢 当中的一个同事 在后面的工作当中 我们在座一起 对不对 然后他的下属 项目结果 因为这个部门的设计 就转移到我的手下 可是我们还是做好的朋友 没想到 这位同事 在我退休的时候 还主要的规划 我的retirement party的同事 而且也帮我预备了很多的 庆祝的节目 也邀请我们这一百多位的嘉宾 写了长头诗 用我的名字写 然后又做了两本 非常美丽的纪念册 结果呢 我最后上班的那天 退休前最后一天 我就请他吃饭 谢谢他 做那么多的预备 那没想到 他还在纪念册里面 写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英文是 It's been an absolute pleasure working with you We have been through some crazy times between this group and that group 就是那个黑暗的时间 Through in all You impress me and those around you with your grace kindness and positive attitude 所以他就写下我 留下给他们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我的恩典优雅 善良仁慈 正面的态度 哇 太感恩了 所以在那一年里面 我的确建立了一个 ABC 就是Adversity Builds Character 在逆境当中 建立我们刚刚说的品格跟老恋 哇 我就很谢谢他了 然后他呢 竟然 为我 向我道歉 而且他哭了 跟我解释 当时候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 而且呢 我们都非常的 高兴的 说再见 也知道我们一直是好的朋友 听了好感动哦 是啊 非常的感动 你看我都没有讲任何话 对我也是 我就是在情境当中 真的觉得说 这个Elan老师呢 真的活出这个基督的样式 没错 而且真的是话敌为友 是 而且也祝福了别人 没错 真的是 嗯 老师刚刚有一句 对啊 真的很窩心 老师刚刚那句话就是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出来了 对 老师的 之后你看 他人生的这些经历 现在成为我们大家的祝福 对啊 而且真的是我的好榜样 是的 哇 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收看我们节目 我们还要继续欢迎 原来老师回到我们的节目哦 解决你的理财问题 成就你的人生梦想 哇 才发现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别忘了订阅 分享 按赞 记得小铃铛给它咬起来咯